你昨天也陪她整个点 没有 昨天特别神 本来呢 她还休息了 我就出来往外走 最后她问我 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就开始发那个 拍摄是跟兄弟们 发过去之后 然后又请假 说再喝十五分钟 从一点到一点十五 一点十五到一点半 一点三十一分 她回 她出来了 又坐一会 昨天 就这种瓜儿比较 她该买了二十 然后三 三罐这么大 那种原浆 还有十瓶那种清酒 就是那种 韩式 昨天那个导演 就把人家的衣服 从这拽到这 把人家拽过来 昨天喝完酒 啥时候啊 喝酒了 为啥 我怎么知道你为啥 你就是嗨了 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最后嘛 我怎么完全不记得 这个事 我还能瞎说吗 我说你赶紧搬 但是反正衣服都扯坏了 别说 完全不记得 这个事 完全不记得 这个事 你有很多事 完全不记得 我估计从一点半开始 你就不记得了 起码一个小时 所以你真的就是 不能喝到那个程度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自己度在哪儿 不是你想都已经断片了 肯定不好呀 是吧 你记得不记得 你肯定就没有度了 你肯定在抠手 又做了丢人的事情 又做了丢人的事情 你能理解他的逻辑吗 你信吗 不是 我可能不 不可能去拽他 我故意要拽他衣服干嘛 不可能 不是拽衣服 就是你把人家拽过来 人他需要有一个 比较大的后果 呈现在他面前之后 他才会觉得自己要改 如果没有痛定思痛 我觉得他改的可能性更不可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把后果呈现给你 KZ空手 比较大的后果呈现在他面前之后 他才会觉得自己要改 其实如果在平场 我可能就不说了 但是你们都在 摄像机都在 别的嘉宾也在 我觉得在熟人当中 我是没有办法说他 因为会有一百个人出来帮他讲话 我真的时候想他好